我們防治骨鬆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減少骨折 因為骨折會造成行動不便 造成這個壽命減短等等等等 各位好 我是遠東聯合診所的新陳代謝科的主治醫師 蔡克松醫師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個全世界第二多的流行病 也就是骨質疏鬆症 骨質疏鬆症就是骨頭的重量變輕了 而且裡面品質也不好 然後就造成容易骨折 骨頭裡面的兩種重要的細胞 一個是做骨頭的細胞 造骨細胞 另外一個就是挖骨頭的細胞 破骨細胞 我們的骨頭是活的器官 所以它隨時任何時間都在做更新 如果是挖的太多或者補的不夠 骨頭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一個概念 不管任何原因 骨頭代謝太快 就會造成骨頭損失太快 因為年紀大了 身體的修復作用會減少 久而久之骨頭就會越來越少 不管是婦女停經以後 或者是年紀大的男性朋友 或者是老太太 他們骨頭越來越少了 基本上都是這個原因 骨鬆的因素 我們簡單地從三個方面講 骨架子大小 骨密度高低是有遺傳的 父母親如果骨頭不好容易斷 往往在下一代會看得到 第二個是年齡 大概一個人到了35歲以後 新骨頭做出來的能力就會減低 那越老越低 那第三個是性別 女性天生骨架子就小一點 然後女性還有一個停經的因素 女性停經以後 身體的磁激素就大量減少 磁激素本來會抑制破骨作用 那這個停經以後 骨頭的流失就會加速 在那個十年裡面 平均一個婦女會掉15%到20%的 這個骨頭的量 那第二大組 這包括不好的生活習慣 包括這個營養不良 這個鈣攝取太少 不曬太陽 維他命D的營養不夠 還有抽菸喝酒 那我們在這裡要提一下體重 太胖了當然不好 但是太瘦了跟不運動一樣 我們的骨頭承接我們的體重 體重重的人他照骨作用是比較好的 太瘦的人骨頭也是做不出來 會比較細弱一點 我們防治骨鬆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減少骨折 因為骨折會造成行動不變 造成這個壽命減短等等等等 所以老人家或者行動不變 有神經疾病的 好像巴金森有中風過的 就是要很小心不要摔跤 我們台灣的寬部骨折的比率 跟世界各國比是在第九名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人口牢化得很快 我們的設計還沒有真正對老人家做到 很有善的地步 我們評估一個人骨頭好不好 健不健康 骨頭夠不夠強壯 以後發生骨折的機會有多大呢 大概分兩組來說 一組是跟影像學有關的 也就是直接用X光或者是放射線 或者說是合一檢查來測定骨頭密度 或者用超音波測定骨頭密度 我們會用一個單位來計算這個骨密度 是比一般人的平均值好或者壞 那個就是所謂的T值 這個T值其實就是標準差 在骨質疏鬆和骨折的關係來講 每X一個標準X大概骨折率增加一倍 所以對一個醫師來講 兩個人都是65歲 如果一個人他的T值是-1 一個人是-2 他的骨折風險就是-1的人的兩倍 我們從50歲到80歲的時候 婦女大概會掉30%的骨頭密度 差不多就是剛好是2.5個T值 也就是說這個80歲的人平均100個人裡面 有50個就會落在骨鬆的這個範圍裡 如果哪一個婦女覺得自己家裡 父母親有骨折的事情 那自己骨頭又比較細弱 希望知道一下骨頭健康狀況 去測一下這個骨密度也是好的 如果到了50歲以後 又有剛才講的一些風險 包括這個抽菸喝酒 曾經有骨折過 或者是有慢性的一些特別的疾病 像這個類風似 像紅斑狼瘡 不妨就去做一做 那男性的話 到了65、70歲以後 不妨去做一次 那現在醫師常用的藥物分兩大類 一類藥物會讓骨頭的流失緩慢下來 那一類藥物會讓骨頭的製造增加 那在讓這個骨頭流失緩慢下來的藥物 一般叫做抗流失藥物 一個是類似女性荷爾蒙的藥 是從治療乳癌的藥物發展出來 那另外的第二類是這個雙磷酸類 就好像骨頭鍍了一層什麼不鏽鋼之類的 讓我們的骨頭就讓這個破骨細胞 腳不動就不會再流失 第三類藥物是一種生物製劑 長期打針骨密度就不會掉 這方面的事情 請各位跟各位的醫師去聯絡 去商量 骨質中症是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 第二大的流行病 意思就是說它是很常見 一般的民眾不妨從早就要注意預防這個事情 在青春期的時候多運動 保持良好的體重訓練你的肌肉 讓骨頭能夠發展得好一點 到了這個骨頭開始在流失的中老年期 不妨就評估自己的風險 包括去測測骨密度 在需要的時候用藥物治療等等 這個疾病是可以預防的 所以大家的努力就會有回饋 大家如果要知道多一點事情 請多看看我們這個骨鬆良醫系列的一些消息 謝謝大家